第六十四集 长玉春引兵八万取得太湖水战胜利以后 直逼湖州城下 在湖州城东安营扎寨 第二天 长玉春亲自到城下叫针 张世信带了吕真、吾太子、徐毅牵了营迪 长玉春骑着一匹白龙追风驹 身着一身赤色战袍 飞马向前 那边张世信见了 骑着一匹黑龙驹 挺江来营 一白一黑 阵前脚来转去 两人杀了十余回合 张世信渐渐体力不支 吕真见主帅危急 策马来救 而这边朱祖亮大喝一声 敢以多胜少吗 随着声音飞马到来 接着与吕真死杀 长玉春见了 对朱祖亮说 朱将军可歇一边 任他二人来战我 就是在家二人又何妨 说完 连砍几刀 只砍得张世成魂飞魄散 差点跌下马来 吴太子徐毅见了 赶忙来相助 长玉春镇上早奔出两匹枣红马来 那七在上面的 正是王明与赵祭族 双双举枪迎着吴太子和徐毅边杀 张世信与长玉春交上两回合 便知道不是对手 勉强拼命撑着 只盼阵中有人来住 如今见自己手下大将 出来一个被拦着厮杀一个 救兵无望 张世信暗自叫哭 这时长玉春正好一刀砍来 他策马往回便奔 长玉春哪里肯放过 马上掉转马头 两腿一夹马多直追上来 张世成阵营顿时大乱 而这边 吕真吴太子徐毅等正杀得起劲了 见阵营大乱也无心在战 马上拖刀败下阵来 朱祖亮 王明 赵祭祖越马挺强一路追上 李文忠见了 下令击鼓率全军将士追杀过去 一时间 张世信留下一地尸身 仓皇逃回城里 要不是城上弓箭手布置的周密 如此一战 湖州便攻破了 只是张世信被长玉春追得太紧了 来不及进城 只好绕城往右边的树林子里逃 长玉春紧追不折 吴太子本来已经来到城门了 只见长玉春往前在追他的三叔张世信 马上掉转码头跟踪过去 黑马在前面跑 白马在后面追 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近 张世信又绝望又气恼 他突然想起来 他的哥哥张世德就是在长州 被这长玉春给抓去的 难道这天王我张家兄弟吗 他大喝一声 回马举枪 向长玉春次来 长玉春只顾追赶 希望在五太子来之前 结束了张世信 而没想到 他竟然敢回马来战 一个措手不及 战袍被刺了一个大洞 不由他大惊起来 张世信也来不及多想 连连刺了几枪 长玉春好不容易躲过 吴太子已经紧跟着过来 长玉春见了 吴心在战 回马举刀 直向吴太子看来 吴太子慌忙闪过 而长玉春策马奔去 吴太子想要追赶 被张世信给叫住了 吴太子莫追 吴太子马上停住了 到张世信面前 问道 黄叔受伤了吗 没有 我们快从这里绕到西门进城 现在守城要进 是 吴太子说着 跟着张世信一同绕到西门 城上士兵 见是主帅与吴太子 赶紧放下吊桥 打开城门 迎他们进去了 第二天 长玉春又在城门前呼战 可是怎么叫 张世信再也不搭理 只是命令军士们 紧闭城门 轮班职守不得携带 你连几天都是如此 朱祖亮说 我们这枚运梯 祖城赶死队强攻 那湖州一定能拿下来 李文忠说 诶 我看不妥 湖州城墙又高又厚 张世信 如今虽然战败 但是仍然有四万多人 城上守城器械 一定是准备得非常充分 若是强攻 我军损失必定非常严重 常玉春点了点头说 以目前双方力量来看 强攻是不可取的 但总得想个办法 不然长此下去 对我们不利啊 李文忠说 路路不通 还可以走水路 可以去长兴弄两千条船来 可以调来耿炳闻的水军前来 与于同海一同由湖上进攻 这天 李文忠留守军营 常玉春 令水路两军全部出击 而自己率领水军出战 只见满湖惊奇遮天蔽日 张世新那边 也是战船林立等待出击 丝毫没有胆怯的模样 常玉春说 自从与张世成军队交战以来 他们总是一败涂地 今天 在水上 竟然这么不慌不忙 莫非其中有诈不成 想到此 便对朱祖亮王明说 注意水面情况 小心敌人诡计 正在指示 只见周围的船上乱了起来 一位水兵报告说 敌人遭船 敌人在水下遭船啊 常玉春一听 非常的惊慌 急忙令水军到舱内堵塞 可是 哪里能堵得住 不一会儿 许多船已经下沉了 张世新的水军头领 张恒山指挥大队船舰冲杀过来 长玉春仰天长叹 我南征北战 遇到多少强敌 舍过多少险境都从容度过 不了今日 竟葬送在这里 真是水火无情 没半点法子 耿炳文说 长玉春 切莫叹息 现在还不是到绝望的时候 于通海的船队还好无损 何况还有召集组在岸上接应 长玉春举目死亡 果然见于通海的船队 没有一艘下沉 顿时萌发了声击 长舒了一口气 原来 于通海是老水军了 与人作战 凿人的船底 也是惯用的一招 因此在船底下都定了铁皮 想要走船 那是非常不容易 长玉春振奋起来 终意来了 果断下令 将打坏的船只 统统地拆取船身 只留船底 上面装满火器点燃 挑出水性好的水军潜伏旗下 推向张世信的大舰船 张世信在水上围住长玉春 凿穿其战舰无数 他非常高兴 只等着长玉春于通海船只溃逃 便好乘胜追击 一举将长玉春消灭在湖内 而不料 冲续的张恒山 久久不能击败于通海的船队 反而有众多的火船 朝自己的大舰船飘来 张世信大吃一惊 极令各船注意 让开火船 可奈何张世信的船多 又遇到顺风 这船让过火船 而那船却来不及回避 不一会儿 便接二连三 又被火船撞上的 一艘烧着了 火界风势 又烧到另一艘 过了一个时辰 已经有十几艘大舰船被烧了 可怜那些士兵 有的竟被活活地烧死 掉进水里的 只是拼命地挣扎 没人顾得来救他们的命 而昌玉春反败为胜 既解了为 又解了凿船之恨 但因为毕竟就胜了 于通海的一支船队 也不敢贸然追杀 只好整顿自己船队 收兵回营 张世新的部队耗一阵的忙乱 等着着火的船只 一一地沉入水里 这才渐渐地静下来 对面的敌人 早已经没有踪影 湖面静悄悄的 张世新懊恼不已 徐达帅大军之地杭州城下 而此刻的张世成 正在与燕燕玩得欢天喜地 听说徐达帅大军来 张世成一时兴趣而全无 从燕燕鲜嫩的身上下来 张世成长叹一声 这个朱元璋 野心也太大了些 得了陈有亮的地盘还不满足 如今又来攻我的杭州 这个朱元璋还真是了得 竟然灭了那么强大的陈有亮 难道 他还要灭了我张世成不成 想到这里 张世成的额头 出了很多细细麻麻的冷汗 燕燕在一旁见了 急忙拿一块丝绸帕子 替他擦汗 娇声娇气地说 杭州里这儿还怨着呢 何况陛下这么多熊兵猛将 难道还怕他们呀 张世成听了 点了点头 杭州是李伯生在那守着 他是我的一员虎将 想必能敌得过许他 不过朱元璋这个图和尚 确实有些令人害怕呀 难道你成王也怕他吗 我当然不怕他 一个图和尚 我怕他做什么呀 只是 如果真被他打败了 到时候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会被他们打败吗 当然不会 只是凡事都有万一 实际上 我主要是担心你呀 担心我 燕燕睁大着美丽的眼睛 忍不住嘻嘻地笑个不停 你不信吗 张世成有些生气地问道 我信 我当然信啊 燕燕扑到张世成的胸前 认真地说 在他的心里 却有另一个声音在喊道 打死我 我也不会相信 这时候 杭州城里 李博生 正率军出城迎敌 徐达见李博生 仪表堂堂 气宇宣昂 便有招降之心 于是说 久闻丞相 是个有胆有识的精明人 今日一见 果然不凡 只是不知丞相这样的人 何以竟随了张世成 这般无德无才之人 李博生看着徐达 摇着头说 原来 闻听此将军的美名 不料今日一见 竟让我失望许多呀 无德无才 如我家主人真是如此 能在短短几年中 发展成今日之势力吗 那么你认为 你们的势力还很大吗 并不比你们无往差 那与陈有量比又如何 李博生知道 下面徐达要说什么了 于是不再开口 陈有量的势力 至少大于你们三位 不是被我们一举消灭了吗 有无德才 是不可以 以兵多少而衡量 只能看他是否顺天意 得民心 李博生知道 朱元璋 有拜陈有量的战绩在 加上徐达这一张利嘴 再说下去 一定会动摇军心 于是下令击鼓 进攻 穷寇莫追 是庸人的格言 如果你放弃了 追穷寇的机会 到时候 只会让你懊恼不已 很可能是让他追杀殆尽 所以对穷寇 一定要追杀到底 李博生知道 朱元璋 已经打败了陈有量 再加上徐达的一张利嘴 再说下去 会动摇自己军心 于是下令击鼓进攻 身边十一员猛将 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听到鼓声 齐齐地杀了出去 徐达见了 再不言语 把手中的剑 往前一指 跃马向前 左右的将军们 也早是憋不住了 争先上前冲杀 一场混战 非常激烈 毕竟徐达比较占优 李博生渐渐体力不支 但是仍然强撑着 再有几回合 徐达猛喝一声 一剑将李博生 挑下马来 命士兵们 把他给捆了 十余员猛将 见主帅被亲 一时斗志全无 游人开始溃退了 一会儿 李博生部 全线溃退 徐达见状 指挥全军紧追不舍 一股气 占了杭州 徐达进主 杭州府 让人带来李博生 亲自上前 为其松绑 说道 久闻将军 是江浙最聪慧贤德之人 我认为聪慧的人 应该知天时 顺潮流 你认为 当亲天下 该归于谁人呢 天下最终归谁所有 现在来说 恐怕为时还早了些 李博生非常固执 徐达知道 他言不由衷 不由叹息声 将军明知之事 何不敢名言呢 李博生沉默了良久 摇了摇头说 事已至此 丢杭州 是我无能 被俘虏为不忠 如今除去一死 我又有何求 说完 把脑袋撞在石柱子上 当即身亡 徐达念其忠勇 并布下后葬李博生 再说胡大海 率兵两万 辞别徐达 直奔嘉兴 嘉兴的守将 吴戎 严阵一带 胡大海让军事 在城东六里处 安营扎宅 休息了一晚上 第二天 率军赶赴 嘉兴丞相 排开阵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